哈囉 大家好 我是POPP 今天呢 又要帶來底妝實測了 你也知道夏天到了 就即將來臨 所以我們就很容易脫妝啊 或者是吐石流之類的 那今天呢 我剛好要去健身房運動 所以說我就想說 不如我就帶著我這個妝 去健身房實測看看好了 那今天要示範的呢 是KISS這個品牌的 格力霜跟蜜粉 還有它的唇彩 那它跟KISS ME呢 是同一個集團的產品 相信大家對KISS ME也已經非常熟悉了 就是 你看它的睫毛膏 染眉膏 眼線液 都這麼好用 它們同集團KISS這個牌子的底妝啊 唇彩也非常厲害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試它 好 現在先來用它這個裸砂透白持妝隔離霜 那它是說 按壓兩下 先給我拿 兩下 好 它這款啊 雖然說是蠻好推的質地 但是一上上去的時候有點白 所以我是有點嚇一跳 但其實還蠻快就可以推開來了 但是推上去之後 等一下 它這邊就完全變成就是比較 霧面 比較乾爽的質地 表面摸起來完全不會黏黏的 然後它稍微會有一點點潤色效果 我覺得比較棒的是說 它的毛孔修飾的效果是很好的 像我剛剛這邊毛孔本來還蠻明顯 然後 嗯 其實有一點 可能因為乾燥粗大吧 因為我本身是乾性皮膚嘛 然後它這是控油款 但我覺得意外的擦上去 並不會覺得非常的乾 非常的緊繃 那至於控油度的話呢 那就等一下再測試 那它們也有給我一瓶 就是同樣品牌的粉底液 因為它不是今天的主打商品 那我就舉不上一下 像我額頭這邊過敏啊 瑕疵比較多的地方 然後還有眼下這邊 我就加強一下 再來要使用的呢 是KISS的雪紡珠光持妝蜜粉 畢竟講說控油的話 我覺得蜜粉還是少不了啦 我手上的這個呢 是2號透膚色 但它有兩個顏色 一個自然色 一個透膚色 那它的粉末啊 我覺得非常細緻 這是我先大概沾在手上的喔 讓你看 我把它稍微搓揉一下 它連在我的指紋裡面 都不太會卡粉 這通常是比較專櫃的蜜粉才會有的 你知道 細緻度跟妝效 而且摸起來是好細喔 我幾乎感覺不到它的存在 而且呢 它的粉撲 感覺非常的柔軟 好 我要把它稍微弄一下 讓它的粉變得比較均勻 再來上妝啊 我覺得蜜粉一上去啊 就是很有霧面陶瓷感 就瞬間會 你知道嗎 馬上揉膠 就是有那種陶瓷劑的感覺 像他們日本陸上的女生啊 我覺得大部分都是這種陶瓷劑感 其實看久了會覺得這樣子的妝感比較耐看 就是會覺得說 嗯... 不會有那種油光滿面的感覺 然後會覺得皮膚真的很細緻 你們看 這個妝效 我很喜歡 就是 我們剛剛其實只有用隔離妝 然後局部用粉底液而已 所以就是底其實很淡 但是加上蜜粉之後啊 這個 就是你看 這個妝感 這個細緻度 就是很淡妝 但是又覺得很精緻的感覺 最後呢 來搭配一下KISS的三秒戰色水穩唇 那我今天使用的是2號 是他們日本女生很喜歡的那種有透明感的紅色 那這樣子就完妝了 我覺得像日本女生他們就是喜歡這種 底妝很持久 但是其實很細緻又很輕透的妝 然後他們在使用顏色上 我覺得他們喜歡這種比較透明感的紅色 眼妝的話呢 他們會喜歡 嗯... 睫毛很明顯 但是眼影我覺得他們不會弄到非常非常重的顏色 然後也不會暈染到很誇張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的眼妝副送呢 我也完全是用KISS ME的產品去畫的 眉毛也是一樣 然後我必須大推一下他們的染眉膏跟睫毛膏真的很好用好不好 然後那個眉筆可以量用也真的很好用 接下來先看試色 再看試色 好換個衣服來測試唇彩囉 那KISS這一支唇膏我覺得很特別的就是說 它是單手就可以咻 直接把你的唇膏變出來 所以就是當你在補妝或是上妝的時候呢 你就是單手就可以把它變成 就不用那邊轉蓋子 然後找蓋子 我很常在找蓋子 然後把它收回來的話呢 也是這樣咻 然後這樣 然後往上一吹 咔嗒一聲 它就收起來了 就也不用怕它在你的化妝包的印子就會打開 那接下來我們六個顏色全部都會測試喔 它是比較水潤感一點的質地喔 那所以你不需要擦護唇膏就可以直接上色 那色號02是具有一點透明感的紅色 色號03的話我覺得是還蠻自然的MLBB色 就是它會有紅潤感 但是呢 它擦起來的感覺又比較像是你嘴唇原本的顏色 所以就是很自然的那種狀況 色號05的話呢 是玫瑰粉紅色 那我覺得比較喜歡有點浪漫感的 有點女人味的 比較優雅一點的 就會還蠻適合這個顏色 那它的顯色度呢 跟唇溫的遮蓋力 我覺得也都真的還是很厲害 那色號06的話呢 它是稍微再更鮮豔一點點的粉紅色 但是呢 它實際擦在唇上之後 它是比較透明水潤感的 所以其實不會給人家太過強烈的感覺 不會有太過壓迫的感覺 色號07的話呢 是比較稍微淺一點點的粉橘色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 本身的唇色稍微比較紅 或是比較深一點的話呢 在塗的時候建議一定要蓋住唇周的線 這樣子的話 它的顏色才會比較自然 然後也比較顯色 色號08的話 我覺得算是一個 人見人愛的奶茶裸色 那當然它有一點裸 但是又不會太沒有起色 就是擦起來的話 還是還蠻有紅潤感的 算是一個平常上班上課 甚至是見長輩都還蠻適合的顏色 那關於它們的唇膏呢 我覺得還有一點很重要的 就是說 KISS他們旗下的品牌 都是沒有另外再加香料 所以它的產品呢 都是沒有特別的味道的 那因為我個人不喜歡 比方說唇膏或是底妝有太重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這樣對我來說是很好的 那 KISS的這個三秒戰色水穩唇膏呢 它是屈層是獨家限量的 所以說賣完就沒有啦 那這六色唇膏呢 可說它們是精選了 就是六色 OL 跟學生 百搭的顏色 一點氣 雖然不用擦 但是就是說 早起來硬硬有漏 現在已經有出太陽這樣 那就還好 要去見長輩的 可怕我穿過 它裡面拍到就是見長輩的特務快要遲到了 趕快去 趕快去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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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剛想要怎麼沒有人的感覺 他還有欸 運動防汗的裝 現在也在測試中 可是其實我走過來就已經滿臉都汗 我現在應該已經有一點 應該已經低喊了吧 剛剛 剛剛就是上完一個小時的教練課 也算是各種運動做 而且其實一開始反省的時候就已經低汗 就教練跟我說在低汗欸 然後反正欸 睫毛翹下來 然後呢 剛剛教練也有認證說 我就是好像底妝沒有什麼調 當然就是 我覺得嘴角這些地方比較容易脫妝 就是可能吃飯的時候 喝水的時候就比較容易弄到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難避免的這樣 那其他地方我覺得還好 那過敏的地方有一點點 那像我們教練的女生 他就有說 喔不錯欸 這是哪一家的 他剛剛就問我 然後我就跟他說 這什麼的 喔 好熱 都流汗 啊 不能再下了一點 太熱了 啊 好 那KISS的東西要去哪裡買呢 描述蘭豆 告訴你 那如果說你有什麼想要看的主題的話呢 也可以留言給我 如果今天這支影片你覺得有幫助或是不錯的話 也可以幫我按個讚或去分享出去啦 那大概就這樣子吧 如果你有其他排行榜什麼東東想要看的話 你可以上網站去看 那就這樣子囉 掰掰 掰掰 也是 有些人 有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